你见过盗墓贼把自己吓出心脏病吗 更离谱的是 因为贼心不死又折返了回去 结果刚一打开棺材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ICU 那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时间2006年12月 地点江苏省徐州市 这天夜里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惊动了张家 不好了 你妈的坟让人给撬了 闻听此言 张继承率重来到祖坟 打眼一瞧 果然坟堆上塌出一个窟窿来 此刻的张家还沉浸在老人离去的悲痛中 没成想头七都没过 就被人活活扒了坟 这是哪个丧天良的干的 正当张继承唾口大骂时 令人发指的一幕出现了 这件老太太的棺材板丢弃在野地里 其中安放的骨灰盒 不见所踪 挖坟还倒骨灰 我老张家这是得罪谁了 气氛之余张继承连忙拨打了110 15分钟后 民警抵达现场 然而一番勘探下来 什么线索也没找到 与此同时 各种小道消息闹得半天飞 有人说张家老太下葬时赔了几根金镯 这才引来了灾祸 就在调查一出墨展时怪事发生了 这天下午张家人突然在门口发现了一封信 奇怪的是信封上既没有邮票也没有署名 只是歪歪扭扭留着八个字 欠债还钱坟墓被盗 众人撕开信件 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一天之内把六千块打进这个账号 否则我就把你妈的骨灰毁了 虽然万般不情愿 但碍于投鼠忌器 张家人还是连夜将钱毁了过去 随后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告知他们骨灰藏匿的地点 事后失而复得的张家人又羞又恼 将交易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了警方 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巧取豪夺 还反了他了 一怒之下 警方开始对周边旅店饭店进行摸牌 将可疑目标放在了那些 祝福夜出行踪诡异的人身上 很快一个名叫韩兴树的家伙 出现在了警方的视野中 为了不打草惊蛇 跟踪人员24小时盯着他 果然两天后的一个中午 韩兴树悄悄来到了一户 刚刚办完丧事的大门口 将怀里的信封丢过去 带起走后警方打开信封 果然上面的字迹内容与勒索张家的一模一样 人证物证俱在 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抓捕 即便面对镜头 男人却一脸后怕道 你们终于来了 再不抓我 我就要死在那东西身上了 你见过盗墓贼把自己吓出心脏病吗 更离谱的是 因为贼心不死又折返了回去 结果刚一打开棺材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ICU 小命差点不保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质的秘密 眼瞅着男人有些语无伦次 民警急忙进行了一番心理疏导 原来韩兴术平日里主作玻璃生意 可这些年市场不景气 收入惨淡 就在他眉头紧锁时 突然偶遇一户人家发丧 吹吹打打好热闹 某然间一个缺德点子冒了出来 当晚他拎着铁锹来到坟头 偷走棺材里的陪葬品 抱着骨灰盒就往家跑 事后靠着一封勒索信 又成功赚到了六千块 自他尝到了甜头后 韩兴术便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没成想某天夜里 就要动手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听的耳边传来老人说话的声音 真倒霉不会撞见鬼了棒 吓得他连往肚子里灌了二两酒 仗着胆肥继续开关 没成想盖子一掀开 那股声音又传了出来 而且听得真真的 骂呀有鬼呀 下一秒韩兴术拔腿就去 可没有逃出十米远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紧接着自己的心 仿佛要蹦出来似的 咚咚咚响个不停 在这漆黑的旷野中 更显阴森 难不成这就是老话说的鬼打墙 此时的韩兴术 肠子都毁清了 额头脖子 早已被冷汗尽湿 但那个声音依旧没有停止 飘渺低沉 让人头皮发麻 隐约中还带着戏枪 酿的拼了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韩兴术硬着头皮往回走 这一看不仅把自己逗笑了 原来棺材里面躺着个MP3 正不断的往外拨着戏曲 偶尔还有人在念经超度 原来是一场乌龙 差点吓死老子 回过神来 韩兴术抄起老本行 抱着骨灰河就往路边跑去 但不知为何 他的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走着走着 身旁的树木愈发稀少 远处浮现出一座桥梁 恍惚中看到一个黑影 在朝自己招手 你见过盗墓贼 把自己吓出心脏病吗 更离谱的是 因为贼心不死 又折返了回去 结果刚一打开棺材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ICU 掩掩一息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此刻韩兴术也顾不得害怕了 因为时间紧急 他打算就地将骨灰河藏在桥下 这里人烟稀少 可谓是绝佳的藏匿地点 然而微诚想忙完后一抬头 刚才的人影不见了 难不成是我老花眼了 就在男人疑神疑鬼之际 刚才的那个黑影 突然间从他的后方走了过来 吓得韩兴术当即尿了一裤裆 与此同时 他的心脏也开始剧烈疼痛 随着黑影越来越近 他整个人几乎吓得拔不动腿 就这样站在那里任人宰割 此刻韩兴术愈发地感觉到 对面绝不是人 毕竟这荒娇野岭身手不见五指的 哪会有活人出现在这里 就在他闭近双眼等待报应时 黑影突然停在那里不动了 狐疑中 韩兴术掏出手电筒照了过去 下一秒哭笑不得 哪里有什么鬼魂 原来是一个流浪汉 虽然虚惊一场 但经过这么几二连三的恐吓 男人自此落下了病根 白天卧床不起 夜里噩梦连连 被折磨得几近崩溃 最后直接住进ICU 医生对此也是格外疑惑 好好的一个人正直壮年 怎么会手软脚软 连地都下不了了 一番检查才发现 原来韩兴术被吓出了心脏病 要想保命得心脏搭桥 起码得十万块 就这样的拖着病体 又重拾老本行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听完了男人的故事 在场的诸位一个个瞪大眼珠 数十是开了眼 当然了 纵使韩兴术再怎么悲惨 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2007年4月30日 江苏省沛县人民法院 对他的罪行作出判决 判处韩兴术 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